第一天的时候 它就是一颗小的痘痘 晚上回去以后我就拿手挤了 然后第二天之后它就变成硬块 因为它已经破皮了 就被我给挤破了 我就去买了那个百多帮图 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脸就已经开始肿了 整个半边脸到眼眶的位置 鼻下那一块就都开始肿了 我就去医院 然后医院就说已经感染了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处理 因为它周围都是硬块 现在手术的话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做大概两三天的药的样子 然后它就不肿了 但是包块变大了 表皮的温度非常的高 之后我就去了另一家医院 急着入院 晚上的时候就进行了手术 就划了一个小口子 把里面的脓给引流出来 伤口大概一公分多 只能在医院处理 现在就是每天都要去医院换药 然后输液 输消炎 给拿里面脓给排出来 然后放引流条 就是引起了肛内感染 因为这个部位很敏感 往上走的话就是眼睛 医生就说可能导致 知名在往上走的话 就是鼻内感染 所以这个地方的痘是 不能去碰它的 27号开始找了那个痘痘 到今天我睡了第五天 医生都说我觉得它很夸张 但是还好没有引起其他地方的感染 感谢观看